Hello大家好,我是士奇,欢迎收看打击乐知识百科第29期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四位神仙级爵士鼓手 今天我再给大家介绍几位现代爵士鼓大师们 这些爵士鼓大师不仅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架子鼓演奏的最高标准 也是众多架子鼓学者的目标和模仿对象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就是活着的音乐画石,也是未来的传奇鼓手 那么为了更加详细的介绍每一位大师呢 我会分期做视频为大家讲解 我也会在视频中为大家揭秘他们各自的传奇经历和成功秘诀 那么我做视频呢,一是为了推广打击乐 再来也是为大家省去查找资料的时间 把最精华和实用的东西呈现在一段几个钟的视频里 希望大家能从中学到大师们的一些宝贵经验,得到一些启发 好,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今天的第一位爵士鼓大师 好,第一位Steve Gale Steve Gale我相信是每一个爵士鼓学员都知道的大师 他的声音,技巧,节奏,还有韵律都标志着我们这个时代爵士鼓演奏的最高标点 毫不客气地说,在Steve Gale之后的鼓手 没人敢说自己从来没模仿过他,或者没有被他影响过 那么是什么导致Steve Gale比任何一个鼓手都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呢 这还要说到他的个人经历 Steve Gale出生于1945年 美国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 Steve的叔叔呢,是一名在部队服役的职业鼓手 经常啊,来Steve家里玩的时候会教他打架子鼓 之后他的叔叔发现Steve很有天赋 所以啊,鼓励他成为一名职业的鼓手 而在Steve Gale七岁的时候 他还被选上了当时很火的迪士尼电视节目 在米老鼠秀啊,里面表演了一次的架子鼓 那么也就是这一次的表演经历呢 让Steve Gale第一次感受到了舞台的魅力 所以说,是架子鼓让Steve Gale在童年时期里感受到了与他人的普通 让他拥有了自信心 那么高中毕业后啊,Steve Gale考上了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 之后呢,又相继转学到了自己家乡所在的大学 伊斯曼音乐学院 可以说,Steve是第一批正统在专业音乐学院里学习过的爵士鼓手 因为在这之前啊,音乐学院里都没有爵士鼓这个专业 那么大学毕业后呢,Steve Gale和他叔叔一样 进入到了美国的军队里当了一名职业的鼓手 那么也就是在部队里服役的三年里 Steve Gale打下了扎实的行进鼓专业基本功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Steve Gale是如何利用行进鼓节奏来演奏爵士鼓的 好,服役过后的Steve Gale和许多音乐家一样 回到了纽约寻找演出和录制唱片的机会 想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开启新的道路 虽然说功夫在手 可是在人才积极的纽约想要崭露头角 每一点人脉是不行的 那么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 Steve Gale遇到了自己啊 在伊斯曼上学的同学 他的同学Tony Lavigne是一名Face手 和Steve不同的是呢 他毕业之后并没有去部队服役 而是直接去了纽约打拼 那么几年的时间累积下来了不少的人脉 认识一些唱片公司的大佬 和专门签约音乐家的经纪人 那么通过同学的介绍呢 Steve Gale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份录音室的工作 让他给一张专辑啊 伴奏爵士鼓 而Steve自己啊 也深知这机会来之不易 非常的努力 前期准备的时候呢 他会反复的听录音 尝试不同的架子鼓节奏 从而找到最合适的伴奏方式 而他的这一系列的努力啊 也迎来了行业内的认可 唱片公司开始给他打电话 让他继续啊 为下一张专辑伴奏 而这也就是Steve Gale的成功的秘诀之一 他曾说过啊 你的下一个机会 什么时候出现 完全取决于 你目前的工作做的有多好 没有任何的其他秘诀 你千万别指望着唱片公司啊 和音乐圈的人来帮助你 你只要把目前的工作做好 你也许啊 就会得到下一份工作 所以保持着这个心态的Steve Gale 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分泄过 他还依然在录音室里啊 繁忙的录制着不同的音乐 而今天的Steve Gale 也成为录音室里的王牌鼓手 别人想要录他啊 还要排队才能约得到 这么多年下来 Steve Gale也一张一张的录制了上千张专辑 并发布在全球各地 而这上千张专辑啊 就是影响我们这一代 爵士鼓手的秘密法宝 也是为什么只有Steve Gale 可以做到如此大的影响力 比如说在日本许多爵士鼓手啊 都是以Steve Gale为目标 磨练自己的技术 而如果Steve Gale没有抓住当时 他同学为他介绍的第一份录音工作 没有好好表现 他可能就不会有今天 我们也就不能在偶然的情况下 听到他打的爵士鼓 也可以说啊 在这上千张专辑的录音工作里 如果Steve Gale没有认真的对待每一份工作 我们也不会在偶然的机会下 被他的演奏所吸引 从而向他学习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 抓住当下的每一个机会 好 那我们先来听一段 Steve Gale最为出名的一张专辑 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这张专辑 你会不会翻开专辑的背面 去了解一下这位鼓手呢 好 除了在圈内维护好自己的口碑和人脉 想要长久的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啊 光靠把本职工作做好还是不够的 因为时间久了呢 你就会被新人 或者更有背景的人替代掉 而Steve Gale却从1972年一直达到了今天快50年的职业生涯 他还有着另一个秘诀 那就是他无人替代的节奏感和韵律感 Steve Gale曾经说到了 他刚到纽约的时候 对他影响最大的两位鼓手啊 就是Tony Williams和Alvin Jones 那么这两位鼓手呢 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里都介绍过 不了解的朋友可以去听听看 而他也尽可能的逼自己去模仿这两位鼓手 演奏许多非常复杂让人耳目一新的节奏型 这些复杂和特别秀的节奏型啊 确实能让人感到惊讶啊 不可思议 但是与前两位鼓手不同的是呢 Steve Gale的主要工作啊 是在录音室里 并不是在舞台上 观众啊是看不到他的演奏的 而Steve Gale自己在录音室里啊 听自己演奏的时候啊 他感觉到那些复杂的节奏型 在没有画面的情况下 不仅仅没有呈现出应有的效果 还破坏了整首歌曲的平衡性 甚至有的时候啊 他为了展现自己的技术 连基本的歌曲拍子都没有稳定下来 打的是呼快呼慢 那么Steve自己也回忆的 他曾经给自己的定位啊 是一个爵士鼓手 他急性演奏惯了 突然让他打一些 简单的那种摇滚的节奏型啊 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是在录音的世界里 如果架子鼓没有起到 帮整首歌曲 规划韵律和打拍子的作用 那么加再多的花 和复杂的节奏型啊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他说 有许多的鼓手啊 打得完全不如他 可是 别人却可以一直演奏 像T&T这样简单的节奏型 并且从头到尾 拍子都没有换过一下 这让他意识到 作为一名职业的录音室鼓手 必须要先把基础打好 其余一些秀的东西啊 都是无可必要的音乐节奏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Steve Gadd开始改变了 自己的演奏方式 他会尽量的克制自己 只演奏简单的节奏型 从而注重韵律和节奏感 而节奏感 就是Steve Gadd的 另一个秘密武器 在这之后 听过他演奏的人啊 都不再说他的技术 有多么的厉害 而是说 这位鼓手的节奏感 怎么会这么好 我们熟知的打击乐公司 Week First Week First的老板啊 因为是赞助商 曾经去观摩过一次 爵士鼓的全明星音乐会 Week First回忆到 当时在排练的时候啊 大家都商量着 一起打一个三拍子的节奏 然后每一个人呢 即兴一段 但是连续排练的两天 Steve Gadd只在台上 就打一些 咚咚咚咚咚咚 这样非常简单的节奏型 当时啊 Week First心里就想 这难道就是大家喜欢的Steve Gadd 来买票的观众啊 肯定要大失所望 但是到了演出的那一天 Steve Gadd的演奏啊 却惊讶到了他 让他感觉到不可思议 那个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Steve在排练的时候 一直在找寻韵律感 和学习别人的节奏型 他会找出那些适当的音乐空间 再加上自己的急性演奏 而不是单纯为了 秀自己的技术而去佳话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 Steve Gadd的演奏视频 看看你能够感受到 他的节奏韵律吗 所以说 你能演奏多难的节奏型 你的技术有多么好 你的脚能够踩双踩 能够踩多快 并不是一个成功鼓手的必要条件 而能把最基础和简单的东西 做到极致才是最重要的 那么说了这么多 相信大家也对 Steve Gadd这位大师 有了一定的了解 那么我在之后的视频里 也会继续为大家介绍 另外的爵士狗大师们 以及他们的成功秘诀 那么喜欢打击月和本视频的朋友 记得订阅转发一键三连 我是士奇 我们下期再见